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 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的礼物清单,尽暖心又实用。 网友表示希望跟他成为朋友。 跟王一博做朋友,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 看一下最热的综艺这,就是街舞中,一波王闸的队员就好了。 礼物收到手软,各种logo的单品更是层出不穷。 话不多说,羡慕一下王一博的礼物清单,就明白为何好多人都叫王一博是善才童子了。 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啊。 一、在这就是街舞中,成为王一博站队一波王闸的队员,果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 首先,镜头中我们得知的是,凯哥收到了礼物中,一份特别的存在,就是儿子出生。 王一博送了一只小金珠的吊坠,货真价实的金子啊。 还有在选择小山桃作为全队的编舞师,王一博送的是各种的桃子。 与此同时,王一博在战队成立后,每人都送了一只手表,各种的定制款logo的衣服,鸡膜枪按摩仪等。 零食更是层出不穷的投胃中,从第三季的开始就一直是零食大礼包,随时随地的都在感受到食物带来的乐趣。 不得不说,王一博的一波王闸组合成员,应该是最幸福的一只队伍了。 其中的队员没事就开始晒他们收到的礼物。 李帅曾说,王一博送礼物太多了,偶尔我们还会拒收,后来才知道是他送的。 巧克力不足为奇了,其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 是啊,定制款的鞋子衣服各种的大礼包,统统都是一堆一堆的送,更别说私下了。 看了一下在街舞中,王一博送的礼物,都是非常实用性的,跳舞的鞋子,带有logo的衣服,都是非常必备的,并且都是好几套的送,着实是有心了。 很多人说,王一博送礼物特别的有心,在这就是街舞中,HB组合采访中就说了,王一博会根据每个人的风格,送与之匹配的礼物。 很暖心的举动。 第三季街舞,大庭说,送的绿色小熊的鞋子,可谓是孤品了。 更在水舞台表演中,防止队员滑倒,特地定制了防滑的鞋子给每位队员。 二,在天天向上中,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别样的精彩。 疫情期间,王一博给医护人员送上了专属定制的护肤品,很多小姐姐们因为防护肤的原因,皮肤受损严重,所有这份护肤品更为暖心。 还记得在节目中,邀请自己的粉丝到长沙,亲自给做长沙粉的那个画面吗? 粉丝正能量满满,偶像的一举一动更是真诚更暖心。 三,私下的生活中,作为朋友的王一博,更是喜欢送朋友非常贴心的礼物,看过后,都羡慕了,多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啊。 人间妄想,就是成为王一博的朋友吧。 送给新婚的朋友,一对高脚杯,还有一堆的香水,让朋友大呼,礼物轰炸。 还有送给想要学滑板的初学者胡冰,单独自己亲自做的滑板,更是告诉他很多的学习技巧。 还有给天天向上节目中,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带孩子名场面,王三岁带娃迹中的小摩托,会冒烟的小摩托哦! 除此之外,还有好多的礼物更是数不胜数。 韩哥说,王一博开心了就送东西,看来好东西都是需要分享的。 所有网友送给王一博一个特别的名字善才童子,善于送礼的孩子。 根据不同的朋友,送不一样的礼物,实用性是最重要的。 试问,这么会送礼物,还务实?这种的朋友请送我一个吧,世间很美好。 只求一个王一博这种的朋友,人帅心善,还特别喜欢送礼物,想象都会好开心的哦! 中感谢你...